一例一休通過之後 又不斷的從這邊開後門 戴著蔡英文總統的面具 拿著道具刀大砍豆腐 抗議新政府漠視勞工權益 徐聰仁請出場 甚至連工商界大佬林伯峰 徐旭東都成為行動劇主角 讓豆腐塞滿整醉 就是要象徵冠老闆博學基層 一再吃勞工豆腐 去年的所謂勞基法修正以後 勞工基本上還是一個處在 所謂常工時低工時的血汗 兼任教師沒有被納入勞基法 為什麼今天在台灣 還有成千上萬的人 是沒有辦法被納入勞基法的 除了希望勞基法能一體適用 針對勞保年金改革 薪資採計從5年拉長到15年 勞保費率逐年調升到18% 勞團也認為根本是 較多零少沒保障 一個月只有一萬六 我們竟然還不知不覺的 想要被繼續往下修二 以現在84萬退休勞工 平均勞退為一萬六千七百五十一元 勞團認為無法附和退休生活 要求以基本工資為基準 樓地板至少提升到兩萬一千零九元 要保障 只是一粒一休上路後紛擾不斷 勞動部4月20號向行政院長林全報告 一粒一休施行細則 林全則要求勞動部在韓式解釋 應從寬給予勞資雙方彈性運用空間 並訂定各縣市勞檢一致性的標準 不宜過度僵化 你政府實行勞動檢查本來就是依法行政 院長提到的所謂的寬的部分 那我們會合理懷疑 他是不是要要求我們的勞動部適度放寬 反罐老闆報宣 拿起瓶罐 千萬勞工誓言要在5月1號走上街頭 不只像冠老闆抗爭 也要讓政府聽見基層勞工的心聲 東森財經新聞劉子晴潘映全台北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勞工團結自強 勞工團結自強